作为皮克斯动画系列电影第四部的 玩具总动员4 在烂番茄开盘评价高达 100%新鲜度的完美评价 试骗前 玩具总动员4 背负着前作 玩具总动员3 超高评价的压力 但许多影评人看完给出 了超高评价 甚至在最后10分钟赚人热泪 影评人一致盛赞 超越前三集 812 Film Reviews 评论家罗伯特 丹尼尔斯表示 玩具总动员3 已惊化 下完美句点 玩具总动员4 通常会令人失望 这部电影并没有 意外的 它成功超越了 CNN 布莱恩 老李泽表示 玩具总动员4 完胜前三部电影 作为9年后的续集 完全满足前面 三集电影粉丝的高度期待 虽然 玩具总动员4 如同 玩具总动员 第一部 第二部在烂番茄 开盘评价拿下100% 不过在三部曲 高度期待下 可以维持100% 仍然不简单 外媒预期 玩具总动员4 首日票房将突破2亿美元 渴望超越 超人总动员2 首周末三天票房1.826亿美元 总票房可能超越 玩具总动员3 玩具总动员4 将于6月21日在中国 大陆与北美同步上映 我是爱看电影的布尔 关注我 跟我一起去发现 更多好玩的电影吧